2021年台湾多灾多难接连受到旱灾疫情和水灾冲击 民众的生活新进陷入低潮 几名来自蓝宇的达雾族人组成了黑潮勇士拼板舟队 从台东的长滨海岸出发展开滑洲环岛之旅 展现了海岛冒险精神 也鼓励大家一起撑过煎熬的日子 张其多儿往前滑台东蓝宇达雾族黑潮勇士 从长滨出海航行展开壮阔的华州环岛之旅 为了传承重现传统拼板舟文化 岛屋族人张世凯发起号召 与部落中青带组成拼板舟队一路航行 拜访不同的原住民部落 在这过程中除了我们寻找旅台的青年跟孩子以外 就是让他们更了解南语的文化 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将拼板舟文化介绍给台湾的朋友 让他们认识南语的平板舟文化的延伸 那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自己本身也玩独木舟玩了三十年了 那我很喜欢挑战 所以我发现他有这个挑战的精神 所以我就愿意资助他 然后在大海跟着他们两个人连我三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滑行 黑潮勇士们将依次接力经过台东 花莲 宜兰 基隆 新北 台北 桃园等地 环撞航行台湾一周 预计8月31号抵达屏东完成壮举 由于没有申请救护船 随手换手的距离地点将不特定 也增添了不少难度 哪一个地点是比较近的地方 我们就会从那边换手换人手 所以可能这些会是就稍微会有一点累 2021年台湾接连受到旱灾 疫情河水灾冲击 民众生活心境大受影响 平板舟环岛团队除了找回达屋族 永不服输的海盗冒险精神 也鼓励台湾民众勇敢撑过疫情艰困时刻 记得下集会长冰箱报道